香港近期又有家族陷入增產風波 他們就是已故富豪林伯恩的子女及太太 在香港所有的豪門中 都流傳著一本家族的法家秘史 身為商界巨假的林氏家族 自然也有一本的智庫傳 扶著了五代的林家和李嘉誠家族相比 也能稱得上豪門世家的名號 但是就是這樣一個百億的商業大國 到了林伯恩這一代 大兒子眾情享樂 整日升息軟馬 以兒子致富財和規光數百億 身為掌台人的林伯恩垂垂佬爾 也找不到一個合適的繼承人 據悉 林伯恩生前有四房太太 一共為他生育了八個子女 其中一位是養子 林伯恩在2005年病逝 將29億遺產分給三個兒子 及以太太余寶珠 其中長子帶房林建明7億 次子以房林建惡19.2億 以太及養子林健康四房分吊2.96億 不得不說林伯恩的這種分化很偏心 因為三房太太及子女分文未得 所以他們最近提起訴訟 要求推翻林伯恩再去世前立下的遺租 他們推翻遺租的理由 是林伯恩生前幻想老年之外 根本沒有能力立遺租 因為家產糾紛是挑戰遺產執行人 所以原告反而是遺產執行人 被告才是三太及女兒林明珠 林伯恩遺產最大受益人 是以指林建惡 所以他必須出庭回應 林建惡否認父親生前患老年痴癌 指林伯恩的精神狀況好 他多次與父親溝通公司事務 父親沒有不正常 但身體確實不好 他還強調 自己從始至終都不知道遺足外容 一直是父親的助手再負責 原來林伯恩去世前 多次因為健康問題入院 2004年6月安裝了心臟資格 不久後又出斷了手 身體狀況已經很差 家人私下都在探討遺產問題 2004年10月 林伯恩委託他人草以遺囑 寫下了兩個版本 受益人沒有改變 指示更改了比例 還標注只要有人質疑 就失去繼承權 遺囑在兩個月後完成 當時執行人念了給林伯恩聽 他回應好好 遺產執行人指出 林伯恩之所以把三房太太及子女排除災外 是他們拿了很多東西 包括三太曾以投資的名義借走五億 後來卻說是林伯恩贈送的 對此 三太顧瑞英當庭否認 據悉 以房市份家產的最大贏家 以太餘寶珠更是馬上要到一百歲了 享盡榮華富貴 林健岳也是百億家族的實際掌權人 他當年和王祖賢的一段情轟動一時 三太顧瑞英為林伯恩生育了一雙子女 其中女兒林明珠非常彪悍 早期深得父親寵愛 但因為財產問題增將父親告上法院 因此不受林伯恩代見 差點連靈堂都盡不了 當時的香港人每每談及林氏家族 除了林伯恩超凡的經商頭腦 最津津樂道的 還是林家的家事八卦 當時的香港並未實行一夫一妻制度 林伯恩的一生女 除了四房太太生育了八個子女 這四個女人和八個子女之間 素不清的八卦故事 其公道的精彩程度堪比電視劇一般 根據港媒的爆料 雖然林伯恩對待家事向來一碗水端平 一週七天旅 每個太太兩天 週日在原配那女度過 這看起來合理公平的和諧下 也視如暴風雨之前一樣暗流衝動 林伯恩在二十歲的時候 取了他的原配那元芳 那元芳何不是什麼普通的女人 他的爸爸賴濟希 是香港大學中文系的創始人 他的出身可以說得上是名門望族 一個是極具商業頭腦的富家子弟 一個是舒香門低出身的妖嬌淑女 兩人自然是狼才女貌非常登對 那元芳為林伯恩下了一二一女 兒子就是後來風流的公子林健明 除了生育子女維持一家和諧以外 當林伯恩的長兄突然去世 留下了林伯恩的實子林健康 林伯恩便把林健康託付於那元芳 那元芳也沒推遲 將實子當成親兒子一樣養大 林健康也沒有讓林伯恩失望 品學兼優的林健康後來成為了一個註冊律師 1997年林伯恩因投資被台灣營區 後來林健康外面 在台灣照顧林伯恩一年才將他帶回香港 林健康是林氏家族 少有才華能力出眾的後輩 但再例外也越不過自己是 林伯恩長兄為姑的血緣紅叩 忠舊不是林伯恩的親兒子 自然也和林家繼承人無緣 那元芳的一生忍辱父從 為了林伯恩力壓小妾 穩固了林伯恩的後緣 比起忍辱父從默默無民的夫人拉元芳 以太太余寶珠可視一位大名人 林伯恩的禮新製衣廠剛剛成立 事事親力親為 吃著都在廠裏的林伯恩 繁忙之餘認識了女工余寶珠 後來林伯恩便取了余寶珠 做了自己的小妾 余寶珠出身貧寒 但視在林伯恩的製衣廠裏 因為能力出眾 林伯恩很多事物都交給他處理 成了林伯恩的心腹 在林伯恩轉戰其他行業後 關於實業產業的所有業務便都是余寶珠打理 而顧瑞英也就是林伯恩的生房 她是個母廳的母女 地位卑微 卻因被林伯恩看上一躍當上了父太太 顧瑞英於林伯恩相識時 才過二十歲 比林伯恩少了二十三歲 但依然追隨在其身旁 為林伯恩生下了一兒一女林伯君和林明珠 但顧瑞英的出身畢竟低微 所以兒女沒有跟隨林家的家譜冠名 但林伯恩依然十分喜愛者對兒女 也許也是因為林伯恩的痛愛 顧瑞英並未專心教育自己的兩個孩子 最後被自己的女兒林明珠 隆德身敗名列成了喪家之犬 顧瑞英的女兒林明珠始終而嬌 從小林伯恩對她的重力 讓她非常有自我的想法 林伯恩希望林明珠學習法律 以後可以在自家的產業裡工作為家族處理 林明珠卻不以為言愛上了藝術 這位拜家女為了追求藝術 開了上海創業 有意思的是她用了父親林伯恩和母親顧瑞英的名義 向銀行貸款了十億建造了一座頂級公寓 這座名為之大廈的頂級公寓 打住藝術的名義 公寓裡的謝華無盜令人目定口呆 最後也因預算嚴重超之欠了一大不前 林伯恩這樣的商業巨額自然證明 對林明珠失望致極的她 將顧瑞英和林明珠告上了法庭 從此顧瑞英和她的子女在林家徹底代不下去了 林伯恩的四房太太蔡艷 如在台灣的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演員 這位四太太可不是什麼愛人口裡的花瓶 行事非常果決 是幫助林伯恩打理生意的一把好手 與林伯恩結婚後 她便接管了一部分林家的生意 之後還一約成為了林家在台業務的代言人 蔡艷如在家給林伯恩時 外界遙傳她是為了林伯恩的前才加入浩門 但被蔡艷如傳本否認 果然如她所說 十年後蔡艷如便帶著女兒和林伯恩離婚 宣佈淨身出戶不參與林家的家產繼承 有意思的是當林伯恩去世後 那元芳和余寶珠兩人聯合發布消息 將顧瑞英和蔡艷如及其子女除名 在當時引起了不少的震動 讓人議論紛紛的家族繼承人們 林伯恩建立了令人觸目的商業大國 這個商業大國的繼承人究竟花落誰家 也讓人議論紛紛 但自從三房四房出了事 林氏家族的繼承人也就只有長房的林建明 和以房的林建岳挺進了決賽圈 其中林建明自從出生後 就被林伯恩當作家族繼承人來培養 從小就讀於英國名校專門研讀了紡織專業 自1955年學成回國後便一直幫助父親打理產業 原本大家都以為林氏的繼承人 非林建明莫熟了 但林建明的操作讓大家沉默結舌 林建明絲毫不在意家族生意 最深於酒池玉林中 僅在短短十年間便與多位亞洲小姐交往過 傳出了數不清的風流飛聞 這位風流的公子歌 《環智報》交往過上千名女性 《環巧顏無恥的坦白尤其喜歡年輕女性》 1994年 林建明在約會期間被人迷魂 怕下了大量裸照威脅 要求其繳納百萬美元贖金來銷位裸照 但誰也想不到林建明完全不在意 非但不繳納索金反而自己主動曝光了裸照 成了轟動全香港的大新聞 這件事不僅讓林建明封流無子的性格曝露無遺 也讓林家成為了浩門中止慾 讓林百恩憤怒無比 從此林建明也徹底喪失了家族繼承人的資格 依防如保諸的兒子林建岳同樣畢業於名校 因為他出生當年正考林百恩的生意到達了巔峰 也被人氣稱為林家福星深得林百恩的喜愛 雖然林建岳少了林建明二十歲 接觸家族生意比林建明慢得多 但論起做生意 林建岳可比他的大哥要更有膽魄 最為知名的就是 林建岳再沒有貞德父親林百恩的同意下 以69億港幣高價收購 當時市值31億的中環庫麗華酒店 結果後來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 使集團成為了風暴中的炮灰 負債高達125億 不過林建岳在林百恩的幫助下 以自己獨特的投資眼光 發現了當時剛興起的影視娛樂產業 勸說父親投資當時剛籌備拍攝的無奸道 結果可想而知 林市集團因為這一筆投資賺得盆滿撥滿 林家父子也趁熱打鐵開了還與影視公司 這一波操作也讓林建岳獲得了林百恩的認可 正式成為了林家的繼承人 儘管剛開始掩聲讓林家的商業帝國倒塌 但後來也憑藉自己的獨到眼光常徵了債務 經過失敗的洗禮也讓林建岳對待生意更加成熟穩重了 林家的家族被使可為波蘭起伏 先是林百恩的強勢崛起一手創造商業帝國 又有深房醜聞和帶兒子林建明的荒人無道 再到二兒子從掩聲讓大廈傾塔到從鎮旗鼓站穩腳巾 可以說得上驚心動魄 可憐的是養子林健空為了林家亡前亡後幾十年 別說林家繼承人就連爭奪的資格都沒有 成了林家的炮灰